大賺5倍的實力 您跟上了嗎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3月3號星期五 每到星期五呢 來 三朵姐妹花就要跑出來了 什麼是三朵姐妹花 開心花 用力花 盡量花 再次恭喜我們的會員 賺到什麼 盆滿 撥滿 為什麼這樣講 來來你現在看到的是創意的 創意的撥斷單的K線 你可以看到像昨天的盤面 持續震盪 我們昨天連雨股價翻倍 連雨股價翻倍 老朋友的安控金瑞 股價翻倍 但是今天又看到什麼 金瑞早上 叮咚 亮燈漲停板 再來呢 創意 創新高 滑浮也 創新高 所以呢我這裡要講什麼 股價翻5倍的實力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們舉例創意好了 可以看到 我近期在節目上 我一直告訴大家 操作要有一個節奏 什麼叫操作要有一個節奏 市場上大家都很夯 市場上大家都很熱的時候 就像創意 去年在405 全市場都說哎呦這個大盤要破底了啊 哎呦創意會不會到300 200啊 記不記得 但是去年10月呢 延西說成本我們就是買在405 407 當你以後全市場是氣之如必喜的時候呢 我就是彎腰 減鑽石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長期撥斷單405的成本 一波來到1230 今天創新高 再來呢 當股價衝到 來呦股價衝到822最高的時候 也就是12月這一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從383衝到822這一波 回落到640 650 我是不是說640、650、660都可以買 再加碼 資金大的好朋友再加碼 所以呢 兩波操作加起來 股價翻出 快要5倍 恭喜大家 節奏我還沒講到節奏喔 我認為其實操作後 大家一定要跟著延西一步一腳印 我覺得這個 就像我近期在節目上 我跟大家講一個節奏的問題 就現在全市場都對Track GPT 非常夯 然後非常想要找Track GPT的股票 但是延西是不是早就跟各位講 我的財經吸引力 早在去年底我就錄了Track GPT 對不對 重複一次喔 我早就錄了喔 換句話說 你把時間點拉回來就在這裡 看清楚就是加碼 加碼 我說了在這裡的盤面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為什麼 舉例我們用大盤來看 光講一檔股票時間就要不夠了 來 我近期是不是說台股現在在這個位階叫醜媳婦見公婆 重複一次喔 什麼叫醜媳婦見公婆 我們拿創意來舉例就知道 去年10月台股是回落到12629在這個位階 但是那個時候 本益比非常多股票攤起來 本益比非常低 所以換句話說 你隨便買幾乎都會賺 這個是合理的吧 大家可以接受吧 是喔 好 我創意是不是買了405 我衝高來到822 822回落以後645我又加碼 然後呢 是不是時間點 我在去年底大概12月底入Track GPT 就在這個時間點 記得嗎 就在這個加碼的時間點 好 到現在全市場在夯的時候 我最近的節目講得非常清楚 難道我今天405的成本 我還要帶你去買1100 1200的創意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說很多時候你的操作的節奏要非常好 就像8033來 我去年這一波雷虎賺了一波 賺了一波航太我還是看好 軍工我還是看好 當股價在震盪的時候 我換到5284的JPP對不對 5284是不是這一波又衝60個百分點 這就是節奏 這就是節奏 所以我近期一直跟大家講 你現在看到我的安控股票衝出去 我的電動車的股票衝出去 我的Track GPT的股票衝出去 事實上當我在D檔 要你趕快跟上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眼睛放亮 眼睛放亮 來這一檔普天安康 我昨天已經講了 今天的股價非常的漂亮 K線已經走出連二紅 而且你看清楚 我已經預計了2月的營收 目前來講 他2月營收還沒有出來 我先估給各位 好我先估給各位 然後股價是經過一波回落 修正超過30個百分點 底部剛剛翻養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在這個台股的位階 醜媳婦見公婆你要買的股票 麻煩去把本質玄能提起來 有沒有賺錢很重要 有沒有賺錢很重要 所以今天的節目 來會員等一下一定要聽 等一下我來教大家 普天安康的合理股價在哪裡 就像之前 我教大家算 CPP的股價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ヽ ノ